影片当中我们看到原来V这个字代表了这么多的意思 而且可能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都不一样 而且是千变万化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董事长还有总经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你们心目当中的VIR 我想首先先问一下一臻董事长 为什么会选择V航来作为这个第一个台湾的国际的廉价航空的名称呢 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的意义 大家也知道说我们当时是通过了一项比赛来为这家宝宝室来作秘密 那我们在这么多的这一笔的这一些丢进来的申请书 就是比赛的申请书里面 就挑选了一些我们认为能够代表